今天我们来到中青南道富裕进石城面石兴里的石城乡校 1997年12月23日被指定为中青南道纪念务第126号 据推测石城乡校是朝鲜前期建成的 人称伟乱史被烧毁 在朝鲜人主时期1623年重新建立以后多次修改 并保存到现在的模样 明龙堂的匾额记录了这一历史 建筑在青鞋的地势上的建成 前面设有教育空间明龙堂 后面设有祭祀空间的大城殿 大城殿也供奉着孔子等武圣宋早二邪及韩国十八先行 石城乡校规模不大 先存的建筑物大城殿明龙堂东斋内三门歪三门等 乡校外面还有管理室 这个乡校建筑结构的特点是 明龙堂和东斋并列在一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